我們時時想到 神如何好 神如何對我們好 在《查經法》和《廣道法》 假設這個麥克風代表一個人 一個情況 我們不是這個人這個情況 如何得到神的幫忙 而是在這個情況的時候 神有甚麼對他的心態 想如何祝福他 以及神最重要是 神本身的屬性在那方面 譬如說聖結 神想我們是聖結的 神本身那種屬性的聖結 那種完美 在他裏面沒有任何的罪污 這個我們很難想像 我們熟悉一些人 看到他都挺好的 但當你熟悉多一點的時候 你會發覺他也是有些問題 其實人始終總是有一些缺點 總是有一些漏了的地方 有些地方是甩漏的地方 做不到的 所以我們熟悉一個人的時候 就發覺很多的缺點 但是神你要熟悉他 熟悉他的屬性 他的裡面一切 他的聖結 你就發覺他的聖結 美麗到不得了 是完全沒有瑕疵的 首先就是 在這一方面 神的 他那種本身的屬性 然後神如何幫助這個人 如何愛這個人 幫助他以至他能夠得到這種屬性 然後就算這個人沒有這種屬性 神都依然幫助他 這三方面比較容易可以記得 即是如何去想法有神屬性的 但是講道法如何預備呢 就是三方面 譬如神所起落 首先神是怎樣的 神是起落的 他本身有起落的質素 第二 就是他很愛我們 以及他的起落可以傳遞的 譬如我們集體祈禱 就發覺會傳遞的 我們有人起落 跟著周圍的人又會起落 可以傳遞 神是起落 他又很想人都像他那樣起落 他又能夠將這種起落的質素傳給人 第三 那些人很低沉 經常都是負面 神都沒有放棄他們 神始終祝福他們 那你由這三方面去想 就是其中比較容易想的 我們曾經說過有五方面的 就是 就是他本身的屬性 第二就是他的心態 他的恩典 計劃和行動 計劃和行動 這是下一個圖裡有說的 就是幾方面 我這裏都是寫聖情 就是用屬性比較完整 就是 我們發揮的時候 就是講到神本身的質素 是怎樣的 譬如神有計劃性 我們 人不是有些很有計劃 有些沒有什麼計劃的 對不對 有些人譬如去旅行 你想知道個人有沒有計劃 很容易的 你去旅行 你喜歡去到那裏 想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有些人是這樣的 今天去做什麼 我不知道 到時去到就知道 有些人是這樣的 有些人就不是的 他會計劃定 如果我要去到哪裏 我要何時起床 我要怎樣搭車 我去到那裏 跟著如果我想去到第二裏 我怎樣做 就是會計劃的 那我就送給那種 就是 譬如你叫我 今天做什麼 我都會有計劃 但有時我就會很隨意的 就是我性格比較隨意的 我太太喜歡計劃 她的計劃又很周長 她真的計劃什麼時候出門 什麼時候起床 什麼時候做什麼 就是每一樣都計劃 什麼車程 全部都計劃了 但是我們發覺 計劃得最好的人 計劃也有垃圾 計劃得多好都不行 神的屬性就是 他計劃是最完美的 就是他的計劃非常好的 然後他的心態 他的心態就在人生命中有奇妙計劃 他也幫我們有計劃 就是他的心態 他很想幫他 在我們生命中每一個人 他都有計劃 雖然有些人完全沒有計劃 是亂農的 但是他依然在你生命中 他能夠在你亂農的生命中去祝福你 這個就是他的心態 然後他的恩典 他就會在你生命中有 有時會有些overlap 他的恩典就是 他在你生命中有個奇妙計劃 去祝福你 然後計劃又怎樣 鋪排了 然後最後用行動 一件事走出來 譬如我得救的時候 是有很多個合拼的 第一就是有一個人 為我改一個花名 花名是耶穌 是因為我打籃球 然後那天 當時在4.6的時候 我們去同仁去營地的時候 剛剛有個基督徒的老師 在另一家學校去 我們學校沒有老師去 那些女校 就是我們男校 請了女校的同學 大約四、五十人 一起去一個營 有些活動 對方有個基督徒 這又是可以為一種 人就會考核 但其實是神安排的 因為這個人 就是後來影響我 後來我信耶穌 就是因為這個人 而神計劃 就是跟著我之後 影響了很多人 即他可能一點都沒有想到 完全沒有想到 他會影響到我 而我將來影響這麼多人 然後總之 有很多東西安排 那天太陽出來很漂亮 之前我看了一本書 講關於這個世界 有設計是神的 我就很好奇 就是這個原因 之前因為讀書 讀得很辛苦 晚上我會耳朵 那我說 這麼辛苦做什麼呢 就去想到人生的問題 然後最後在那天 這個老師 他是人有三急 每個人還沒回來 他就數回來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有機會向我懲罰 也都是我 即他 為什麼他跟我說 因為他怕 每個人都叫我耶穌 他以為我信耶穌 信得很厲害 所以誰都叫我耶穌 他以為我信得很厲害 但其實我完全不是信耶穌 這就是神的計劃 這些一步步 全部的計劃 包括那天出來的太陽 剛剛在正 我們當時在中庸香港大學 剛剛那個露台 一看出去 剛剛那個露台的拱形 一出去一看 就是太陽出來 是很漂亮 我就說 那時我還想到有沒有神 因為我看過那本科學書 所以神又感動這個科學家 又會寫書 就講到神的設計 就說這些設計是神創造的 然後當我看到太陽的時候 我說如果有神 這個神都是做得很漂亮 然後這個老師有一個特別的 就是他懂得回答我這個問題 很多教徒不懂得回答 我說是否有證據證明有神 有些人他不會回答 但這個老師會很簡單回答我 令到我很有興趣 這個都是神的安排 但如果只是這件事停下來 又沒有下文 是後來有同學邀請我去報道會 總之一切都是神的計劃 他的計劃非常好 有行動就是使用不同的人 在我心中的動工 令到我帶領我信耶穌 其實我在大外國的報道會 我都未認識耶穌 到底耶穌的救恩是怎樣 當時那個人說信息說什麼呢 你是誰 我還記得 Who are you 他是外國的一隊樂隊 他就有個報道家 他就說到你是誰 他就說到你是誰 其實那個內容我忘記了 耶穌裡面你是成為一個什麼人 他就說你是誰要信耶穌 就舉手吧 我當時覺得很開心 很感動 很喜歡 但我舉手不是真的信耶穌 我說如果有神我就信耶穌 我這樣想 因為我不肯定 我一舉手 立刻覺得一種能力 立刻一種能力 好像湧入來的感覺 然後就有課程 但當時我不懂得解釋 這個能力是什麼能力 但這就是聖靈的能力 然後有課程 那些內容已經令到我信耶穌 但我不知道 然後就有另一個同學 他又 因為其實我把整個故事 說得很片段化 但我著重的是不同的人物 有一次我就走路 我問了一個同學 不知道為什麼 這陣子我想到罪 我就覺得很不舒服 犯了罪很不舒服 他說這就是聖靈的工作 我還記得那時候 他跟我說 然後我後來一次 為什麼會回教會呢 我覺得又是很奇妙的 我那時候住在跑馬地 又是神安排 有一個同學 坐在跑馬地的車 我說你去跑馬地 為什麼跑馬地 如果你知道 就是香港路線 一條直線過 跑馬地就特意 凹了下去 我說你又來跑馬地 他說去教會 那我就在那裡想了很久 我說 是不是真的有神的呢 有神 我也想看看是怎麼樣 到底在教堂是怎麼樣的 我就想了一段時間 接著我就問他 我鼓起勇氣問他 我去得不可以是這樣 就是他不是問我 我說你去哪裡去教會 反而你一起去 他沒有這麼說 他是沒有出聲的 我自己在想 是啊 如果真的可能有神 因為之前那個老師跟我說過 還有那些銜售課程 那我就跟他說 哇 我去得不可以 就是我不知道他會怎麼回答 那他就叫我去 就是他說 他說可以 他不是叫我去 他說可以 那我就跟他一起去 那去了之後 也都是裡面的人 是後來幫助我的 其中一個就說 這裏有一本書 就是回答你關於有神的問題 就是當時我就會問這個問題 其實這一切就是神的計劃 和他的行動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就是神本身有計劃性 如果說到計劃性 就是神本身有這種計劃性 他的心態很想他的計劃來祝福人 他很想使用他的計劃來祝福人 他的恩典就是他的計劃來祝福我們 然後他就怎樣將他的計劃 一步步在他天上寫在那裡 然後最後用行動走出來 其實當你這樣明白 就不是真的那麼難的 但是有時候是需要時間 需要時間能夠明白 因為我們習慣用人的角度看萬物 所以人通常來說 雖然耶穌很久都是這樣 哎呀很多麻煩、很困難 有錢、有工 神都會幫的 就是當時人都是這樣說的 好少人說 神都愛我一定幫我 很少人這樣說的 因為他不是用神的角度看 他看聖經也不是記住聖經所說的話 我看了聖經裡面說神的屬性 我是會記住的 譬如說 耶穌說你看那些麻將 我也照顧 何況你們比麻將貴重得多 所以你不用為這些事擔心 他就說到你不用為這些事擔心 然後在後面 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節 即是同一段經文的 他就說到你們先求神的國同的義 這一切就加給你 你不用擔心神是會賜給你的 當你先求的國同的義 這一切會賜給你 那你用神的角度看 我就算有困難 我也知道神一定開路 其實我經歷過不同的困難 我用神的角度看 我就會更加看到神的恩典 我希望大家操練到 學習到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不是只是一個廣道法 是你做人都是一樣的 譬如我用另一個例子 關於神有奇妙計劃 詩編139篇 你所定的日子 我順便到一天 你已經寫了你的賊相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 何等寶貴其數 何等眾多 神在我身邊奇妙計劃 有一天我忽然間有個意念 因為那時我走出馬路 接著 有個車很快衝過來 我就想如果我走出一點 車 已經會撞到我 在當時來說 香港以前那些人 駕車不同於現在 我試過在小路走 那裡有個大路 我先走 然後後面撞 有個車衝過來 撞 我退後 然後他重一聲就過去 他完全不會說 你正在走 我等了你先走 他就大聲撞 那時有些車是這樣的 我那時過馬路 很快有個車衝過來 我就說如果我走出一點 已經有意外 我就忽然間想到這個意念 就是說如果我真的被車撞到 神會不會知道呢 神會怎樣呢 那我 有些人就會這樣說 哎 神略計劃你被車撞到 那就是神不愛你 我不會這樣想 不好也不是神計劃的 是神就會計劃 如果真的撞到車 神都是有祂的 奇妙的恩件給我們 但是當然來說 很多人就說 我不想是這樣 沒有人想交通意外的 但是神會使用這件事 會成為我們祝福 譬如戴德森 他曾經 就是 癱瘓過一段時間 回到英國醫治 誰不知那段時間 他就放了一個地圖 在他的床尾那裡 他每天就看著中國地圖 在那裡祈禱 他很愛中國 那些人來 他就跟他說中國的事 在那段時間 他帶領更多人 英國人去做宣教士 他想都想不到 他在中國大陸 那個果效 沒有他癱瘓的時候 那麼緊要 就是神可以使用 人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所以我們 我就說 如果有這些事發生 神都知道 神都會在這件事 有奇妙計劃 那我就開始相信 就算有一天 有什麼不幸的事發生 就是我不想 但如果真的有的時候 神都知道 神都會有奇妙計劃 那這個就是用神的角度看 發生什麼事 都不要緊 神都有奇妙計劃 還有我時時會遇到不同的人 譬如我試過 本來走那條路 後來改一個地方 或者本來搭那個車 後來改另一個車 總之或者走錯路 然後又走另一個地方 試過一些不同的情況 又跟著去遇到一個人 就是很久沒見的 或者在那個情況 認知一個人 或者有些特別的事發生 我就覺得這些都是神特別的恩典 我看到這些事 我經常都說是神特別的安排 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的 經常都覺得 神在我頭上 神在我身邊 他時時計劃了 所以我的條路是全部有計劃 全部有安排 全部有恩典 所有計劃都叫我們更加幫助他 自然你的生命就會發揮出來 這就是這個查經法的目的 用神的角度看 就會很欣賞神 我經常都這麼欣賞神 我一想到神我就喜歡 阿里露雅 阿里露雅 我一想到神我就歡喜快樂 我真的覺得神很好 我有時越看人的不好 有些人看到人不好就說 唉 阿里露雅 如果神那麼好 就只有那麼多人不好 在我身邊 有那麼多不好的人在我身邊 但我就說 那些不好的人令我更加欣賞神 我將人和神分得很清楚 感激神 我從信耶穌開始 我就覺得人有問題 我就喜歡耶穌 所以我再看到人有問題 我又不覺得那麼出奇 我就覺得人有問題 所以我信耶穌 其中我只要有神 我看到人有問題 所以我看到什麼人有問題 我又不覺得那麼出奇 那時候什麼人不好的 我心裡都不受念 並且我就發覺 神又給我這麼多機會祝福人 譬如我放在網上的影片 我想不到影響的人有這麼多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祝福 下個星期 有一個人從澳洲來的 就是他看我的影片找我的 他已經約定了 他來到 當日我就會見他 也為他祈禱 有些人早來的 也都可以 其實每次四點鐘 我們這裡都可以 為人做釋放 醫治祈禱的 阿倫多日 是不是很奇妙 神是很奇妙的 神是很奇妙的 這幾點我希望大家記得 記得之後我們講的經文 我們就一起去應用這幾點 第一 開頭的比較容易記得 第一就是人的反面例子 每個經文人沒有做到的 那為什麼用人的反面例子 可能開頭就是因為 通常你想講到正面的東西 但是最好用反面襯托 比如說 講到神的愛的時候 看到那些人沒有愛心 有些人真的令到人傷心傷得很厲害 甚至有時基督徒都會 基督徒應該有愛心 但有些基督徒的確實沒有什麼愛心 那些人的缺乏愛心 就讓我們看到 如果我們盼望在人身上真的沒有失望 但是神就是這麼好的 所以我們就很滿足了 神裡面很有滿足 而且看到我們都有缺點 我們需要學習 有愛心 人的反面例子 人的… 記不記得 一起講 人的反面例子 人的正面例子 你很容易記得 又是神的恩典 還有作為 又是神的戒命 那這四樣比較容易記得 而且當你熟習 就很快可以想得到 即是經文如何發揮 由解釋經文 其實六和七是對比的 人為何不能活出神的聖情的原因 或者神的屬性的原因 然後第七就是如何走得出來 即是為何走不到 第七就是如何走得到 然後挑戰人 所以後面那些可以算為 是結尾、應用、挑戰 以及帶領一個祈禱 大家記不記得 看著這裏 可否說得出來 第一是甚麼 人的反面例子 第二 人的正面例子 第三 神的恩典和作為 第四 神的戒命 第五 適經 又不是一定放在那裏 適經可以放在不同的地方 第六 人能夠活出神的屬性的原因 人 然後呢 第七 如何去做 第八 挑戰 第九 更生生命的祈禱 祈禱 就是如何更生生命的祈禱 大家再看一次 即是你記得的時候 其實這個方法有一個好處 就是當你隨時忽然有人叫你 說一個信息 你就立即在這方面發揮 譬如有人說到 我們怎樣愛人 我們看到人的反面例子 就是的確很多人 愛中 廣東話一句說話 一口沙頭一口屎 就是他給你好東西 他又會給你一些不好東西 他對你好也有時有一個不良的動機 人的反面例子有時令到我們會傷心的 會失望的 人的正面例子 有些人很有愛心 令我們對人生很有很正面的看法 而神的恩典就是 神永遠都是愛的 神也有戒命 神是吩咐我們去愛人的 解釋經文的內容 然後為何人能夠愛人呢 基本上就是因為人自私 都是想自己 如何 我們沒有甚麼愛 如何衝破這種愛心呢 幾個原因 看到神那麼愛我們 神那麼多愛 我們應該是彰顯神的愛 而且我們越愛人 神是越喜越的 而且越愛人 看到人的生命改變越大 而當我們有時愛人的時候 同時又有些不接納他 是會打很大的折扣的 譬如你已經愛他九成了 怎料有一成就是對他不好的 那你那一成就將你的愛心打到折扣 可能你幫他很多 不過你有些地方令到他覺得你沒有愛心 那你就打到折扣 所以那些動力 為何我們應該是更加有愛心對人 又挑戰 我們可不可以今天開始成為一個有愛心的人 看到人的時候 想一想他的需要 然後就討告 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你很快已經有一個架構 很容易有一個架構出來 然後你就 但你就不是九點 如果你每篇講到這麼多點就太長了 那你就去 即是怎樣 有一個簡化他 有時將一些重點說出來 但其實這些有時就不是整個大件 有時講同一樣東西的時候 你裡面又會講到人的反面例子 又講到人的正面例子 即是會兩樣混合來講的 有時有 即是你說到 譬如說 神怎樣關心我們 愛我們 我們在世上很多時候會很失望 很多人令我們失望 但當我們看到神真的這麼好的時候 我們就說 神真是好 因為看到那些人 周圍的人傷害我們 我們就越更加欣賞神 即是用人的反面例子 來襯托出神的恩怨 其實什麼時候都是的 我們越用反面例子 來襯托出那樣的正面 譬如說 你想講到善用時間 你就這樣講善用時間 就未必人那麼接受 那麼明白 但你說到 有時有些人很厲害 好像樂賊特 是很厲害 音樂上厲害得不得了 但他浪費了他的命 我們會覺得很可惜 他這麼聰明 在音樂上 他小時候 他爸爸彈一個和言 一彈完 叫醒他 他睡了覺 叫醒他 然後他可以說出彈什麼和言 他聽了一首歌 很快可以彈出來 即是那種音樂的質素 但是他浪費了他的生命 我們會覺得很可惜 那你用這個浪費生命 然後襯托出神在你的生命 有奇妙計劃 你想要浪費他嗎 你想你有這麼多恩賜 但全部丟掉落坑渠呢 你想將你的所有的錢 全部拿去鹹水海 丟掉下去 你不想的 你想你買了一個新車 然後你去鹹水海那裡 然後開了一個車 然後一推 將車丟掉鹹水海 是沒有人想這樣做的 我們的生命比車更加貴重 即是用一個反面例子 來襯托出那個恩怨 你不會將車倒落 丟掉鹹水海 你不會將你的嬰兒丟掉鹹水海 但是我們會將自己的命 丟掉鹹水海 浪費了一條命 這就是用反面來襯托出正言 以及襯托出神如何看重我們 雖然這些人遭踏自己的生命 可能完全浪費生命 但是神依然是接納他 提升他幫助他 這就是用反面來襯托出正言 在什麼時候講信息 都可以用這個方法 OK 我們現在跳上去上一次 我們講到 耶穌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這個經文還沒講的 上一次應該還沒講的 你們回家有沒有做功課 我們回去做 是呀 有沒有做到 有 有幾個回去有做到的 舉手看看有幾個 不要緊 這個不是考試 不要緊 你沒有做 有做的是有做的舉手 就是完全不是令到你們尷尬的 不過我只知道這個意思 我不是不想你們尷尬的 你說我不尷尬的 我會拿到他為了不舉手 OK 好 但是不足夠 所以我就會在這方面講 耶穌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那你這個主題 耶穌尋找拯救失喪的 那你怎樣去形容神這種屬性 大家一起去想想 神的屬性 其實有些很明顯的 對不對 這個比較容易 容易一些的 神有些什麼性情呢 他愛世人 是的 他愛世人 很想拯救他們 很想拯救他們 是的 OK 這個很明顯的 還有些什麼呢 其實有時一點你找得到 好已經足夠了 你將它發揮得好 就更加好 那你想發揮得好 發揮得好 有什麼方法呢 就是你用反面來襯托 就是耶穌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用反面來襯托 為什麼襯托呢 譬如我用一個例子 我曾經見過一幅相 那幅相其實我都很無謂 我大約的意思是這樣的 講到恐怖分子 拿著槍指著那個小朋友 有另一個士兵就在 但是那個士兵又做不到事情 但是這個恐怖分子 拿著槍指著那個小朋友 我一看的時候 我很震撼 為什麼有些人會這樣 為什麼會用槍指著那個小朋友 那個小朋友很無辜 又不是那個小朋友 又不是跟你打仗 又不是做些什麼 就是人會做些什麼 那他真的有些人就是會打死那小朋友 我也聽過一些恐怖分子 就是在那些關卡 那些車過關卡的時候 曾經說有個媽媽帶著那小朋友 他說小朋友有沒有身份證 他說沒有 小朋友沒有 他就把那小朋友拋 然後拿一把刀 一用一刀 把他殺死了 其實很殘忍 我可以想像那個媽媽怎樣痛心 但是那個士兵就完全說 不要吵啊 快點走吧 就是我可以想像這些圖畫 當我們看到這些圖畫 看到有些人對生命是很糟糕的 完全不覺得生命是珍貴 尤其是人家的命不覺得珍貴 不覺得這命是有什麼價值的 如果神是這麼看愛 其實我們不值得神這麼愛 神是很… 就是見到世人是覺得很骯髒的 就是你想像 就是用一個方法想像一下 幫助大家思想 你剛剛跌了到那個死渠裡 爬上來 就假設你當日 你就在你眼前 突然間出現一個非常美貌的異性 就是一個美貌的男女性 就是一個男性 是你一看到 哇 覺得很好 但是你全身都屎臭味 然後你就跟那個人說 哇 我一看到你覺得很特別 你覺得很特別 那個人一點都不覺得特別 他覺得你特別臭 他是不會對你有興趣 就是你怎樣對他有興趣 當你全身都屎臭的時候 是沒有人會對你有興趣的 如果我們的神是這樣 我們就很慘 神看到我們個個都是 全身屎臭的 因為我們有很多個罪 並且不是一次 是很多一次犯很多個罪 我們個個都有隱藏的罪 但是神依然這麼愛我們 用一個反面 有些人不珍惜人的生命 就是先用那個恐怖分子 他不珍惜人的生命 他覺得人的生命 可以隨時去咖啡店 把那些人殺死幾十個人 就是他隨時不會想到人生命的寶貴 這種非常可惜的行為 另外就是有些人 他因為他自己太過污衛 在人眼中是完全沒有價值的 人是不會接觸 但是我們的神是會這麼接觸的 即是當你用反面對比 是否會強烈一點 好過你只說神的愛 但是你說到對比 人那種不能接受的人 是很明顯很大分別的 而且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如果有個人去你家 你告訴別人 不要撞掉那個花瓶 但是他又是要看 看完之後 他真的撞掉了你的花瓶 那你當然說 我已經說了你不要撞這個花瓶 不要走過去 這個花瓶很貴重的 是清朝遺留到現在的 是我的全家之寶 是我這麼多代 這麼多代的傳下來給我們 是你來打破了這個花瓶 不如這樣 這個人為何道歉這個主人 都很難搖說他的 但是我們的神 當我們得罪他這麼多次 他依然是愛我們 並且我們整爛不是這個花瓶 我們是很多次委會神的榮耀 神的名得罪他 在人面前有不好的見證 都是很多這些問題 但是神依然接立我們 就是說我們越用這些反面例子 來襯托出 就更加看到這個正面例子 大家想不想到 這個方法是幫助我們講信息 是一個很有用的方法來的 讓大家放在你的記憶 行不行 你現在用手指做的動作 我要放在記憶裡面 用反面襯托出正面 反面襯托出正面 是的 這樣的時候人就看到正面更加美好 你就是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有些什麼大家想到神愛世人 但是神愛世人 特別是要提到這件事 就是他會 其實兩件事 尋找和拯救是否有不同 是的 因為尋找一個救 是的 會尋找 那尋找 是神主動來救我們 是的 神主動來 兩件事 主動來尋找我們 然後去救我們 這個呢 就是神的聖請 OK 大家還想到什麼 我想大家想想一下先揚 才去 你可以用反面 用反面都可以獻出神的恩典 剛才我說三點 記得有一個是反面的嗎 三點 第一個就是 在這方面神的屬性 第二就是 神如何將這個屬性傳遞給我們 和祝福我們 第三就是 雖然人沒有這個聖情 但是神依然祝福我們 那這裡看到什麼呢 就是說 雖然人那麼不配 但是神依然尋找我們 對吧 人雖然不聽神的話 但是神依然去愛我們 好了 現在我就會揭曉了 我們一起讀一下 神充滿對世人的愛 聖情這個聖情 神心中掛念所有失喪的人聖情 神不計較世人所犯的大罪 心態 神計劃如何拯救每一個人 計劃 祂安排不同人和環境 幫助人信主計劃 祂用神的掛和聖靈 感動人信主行動 祂使用人去引導他們信從神行動 神的旨意是 我們都信主得救 戒命 失喪的人 這是人的反面 而失喪的人是痛苦 無盼望 無受傷害 這裡我們看看 神充滿對世人的愛 祂的聖情 祂很愛我們 這個愛是與審找和請求有關系的 然後神心中掛念所有失喪的人 你要講到他的掛念 心裏面 記掛著 神又不計較每一個人所犯的罪 這就是反面的例子 人有那麼多罪 但是神依然不計較 不計較 然後神計劃 如何拯救每一個人 救每一個人 有計劃的 如何去尋找 如何去拯救 如何去找他們 神會安排不同的人和環境 幫助人信耶穌 會安排人和環境 神又會用神的話和聖靈感動人 當人聽到神的話 會留在人的心中 以及用聖靈感動我們 這就是行動 上面有些是聖情 有些是心態 神不計較人 人犯罪就是心態 他的心態是不計較的 他計劃 就是計劃每一個人如何得救 以及安排不同的人和環境 有計劃 有行動 他用神的話和聖靈感動人 信主 即是他做事 如何做事 如何感動人 然後他又使用人 去引導他們 信從主 即是他用人 這個也是行動 用不同的人 在你的靈命成長 神用過多少人幫過你 很多 很多 多到很難數 神就是使用這麽多人 然後戒命就是 神的旨意就是我們都信主得救 在這裏 既然神尋找我們 神的心意就是我們都信主得救 我們信主 這個是拿禮物的 但是神的旨意 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 這個就是一個 即是他屬於戒命的 神是要我們 神是想我們各人都能夠信主得救 而失喪的人是痛苦 無盼望 這個就是反連的例子 這裏有這麽多點 不是你要講完這麽多點 你想講出這一點的時候 那你可能就找你想講的重點 我現在示範一下 用這個來講 譬如說 當我們想 神如何去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譬如聖經用的比喻 有些人失了羊 他去尋找他 失了錢去尋找 還有兒子沒有了 他去尋找 聖經都是用這些的例子 這些例子我們都可以用的 另外就是 我們都可以用比較 先講到有些人 對於人是沒有感覺的 譬如其中一個例子 我想到 我曾經有一次偶然間看這件事 只是看這一幕而已 那一幕是甚麼呢 有個男人跟另一個男人說 哎呀 我太太不知道走去哪裏 我真的很擔心 另一個男人就跟她說 她說 如果我太太失蹤 我願意所有的錢都失散 我都很開心 她失蹤 總之 我所有的錢都失散 我都不介意 兩個很不同的心態 就是她很不想見到她的太太 因為兩個關係已經好不好 的確有些人是這樣的 她是很想對方失蹤 即她根本不會 不會想這個人存在在那裏 我們的神其實看到我們很多的罪 但是她不會想我們失蹤 她很想我們 其實個個都是不聽話的 你想想 如果你生十個兒子 十個兒子都不聽話 那你說 都應該有一兩個 起碼有一兩個 乖 十個都不聽話 的時候 那個爸爸媽媽會多失望 但是神並沒有因為這件事而失望 祂是真的去找我們 我們想回 我們怎樣不聽神的話 但是神怎樣在我們心裏動高 一直吸引你 你未信耶穌的時候 神怎樣使用你感動 使用不同的人感動你 以致你後來改變 我還記得我中學時期有個人來 我家裡存呼一輩 那他就跟我爸爸說話 他不是跟我講 那他就敲門進來 他就說什麼呢 他說信耶穌得永生 真的這樣 一進來就說信耶穌得永生 那我爸爸我不想聽了 那我當時來說 我也覺得不想聽 為什麼呢 因為首先第一件事 是否有神 他一辭節就是信耶穌得永生 有神 但是我就說 你怎知道真的有神 在我當時來說 我是不知道有神 所以我覺得 他說的 當然有些人聽到會歡喜 但是呢 我就覺得 我聽完那句話 是沒有什麼感覺 就是我在這個 以前我是這樣的狀態 但是呢 後來神會使用一本科学的書 當我看的時候 他裡面講到這麼多設計 這個可能是神的設計 我就忽然說 難道真的有神 我就很有興趣 就是神會使用這件事 在我裡面做工 會感動我 神就會使用不同的方法 在人生裡面做工 但是我本身不是真的 就是本身是很想去找到那個神 是神自己來找我的 那這個呢 就是神很奇妙的恩典 就是我所說的就是 就是說 講到神怎麼用不同的方法 當他想到神怎麼尋找我們 每一個人 是不是都有你的故事 你的得救 有沒有人 你一有人跟你說 第一次跟你說耶穌 立即說耶穌 這裏有沒有人是這樣的 嘩 真的很特別 非常特別 但大概也不是的 是不是 有幾個這裡 第一次聽到福音是有抗拒的 我想聽一下 有幾個呢 起初有人唱 全福音時候是有抗拒的 我也是其中一個 就是神就會將我們的抗拒改變 是不是 就是神就幾奇妙在我們心裡面 一路做工 一路改變我們 就是神就這樣尋找我們 當我們看到神這樣尋找我們 你的心裡面會說 神啊你真是好 如果不是你尋找我 今天我還在 就是我的道路的結局 就是沉淪的 還是我的命是浪費了 會不會這樣想啊 神真的這樣 找回我們 救回我們 當我們這樣想的時候 會說 哇 真是很大恩怜了 我將來可以去到天堂 見到發光的花 見到會唱歌的花 見到呢 這麼多天使 還有見到神的榮耀 你會不會很歡喜啊 心裡面有沒有些照片 想去看一下 我很想去看 就是因為神找到我們 當神這樣找你的時候 你都想不想找其他人 想啊 我正先所說 是用什麼方法說呢 就是講到 我們人可以失去一件事 就是一個人未必有興趣的 未必對耶穌有興趣 但是神會用不同的方法 在你的心裡面做工 以至呢 你會信耶穌 還有會毀身跟從耶穌 是不是很奇妙啊 就是神在我們裡面做工 當我們看到 哇 神為我預備這麼多好的東西 當你今天看蝴蝶 還有今天看鳥仔 還有今天看魚 看到不同的生物 花草樹木 有沒有覺得不同的眼光看 覺得很不同 覺得神的設計真的很奇妙 就像一條蟲仔 有些比較潮心的地方 有些難光都是很多蟲仔在那裡走的 很多人看蟲仔未必喜歡的 我看到蟲仔是很喜歡的 我知道有些人 我不是喜歡蟲仔爬我身上 我是喜歡拍他 拍大特寫 拍他 還有我發覺這件事很特別的 我試過幾次呢 有三次起碼 看到一隻蟻 他好像不太能動 我發現周圍的蟲仔在幫他 一直走到 不知道又跟他溝通 五下那個 觸鬚的 摸一摸 摸一摸 總之兩三隻 在他周圍圍著他的 神就算做些蟻 他都會珍惜他的同伴 這個都是神所創造的蟻蟻 有愛 還有動物有感情的 我有聽過一個這樣的故事 一個什麼故事呢 有隻豬 有個人養著一隻豬 那個主人心臟病發 那個豬就不懂得說話 他就走到馬路那裡 躺在那裡 要吸引人 那些人下車看他做什麼 他就引他進屋 引他進屋 因為他心臟病發 他是故意叫人去救他的主人 就是看得到動物都會有這種感情 就是因為神放這種感情在裡面 當我們看到這個神這麼好 有否感情 有否來愛我們 是不是覺得很特別 神這樣去祝福我們 去拯救我們一個很大的恩典 而將我們拯救出來這些困所 不開心、煩惱 因為有幾個人試過煩惱 但是耶穌都來釋放醫治 耶穌就是來尋找我們 所以越看的時候 越覺得神真的好 這樣的時候我們就說神 我們都願意去拯救更多人 因為其實很多人很慘 我們這次用到神的美善 神創造萬物 萬物都有美善 那些禮都會照顧他的同伴 那些珠色都救他的主人 這些都是看得到神創造萬物 都是有感情的 來講出神的美善 去吸引人 就是說神都是這樣祝福我們 吸引我們的信主 所以我們得到耶穌的救恩 我們就去幫助 用神的角度看 是否更加會看得到神的美好 你越聽得多 你就越覺得神真的好 我有耶穌真的好 其實你每天起床 都可以很瘋狂地很開心 感謝耶穌 我有耶穌 我有天堂 我有神這麼愛 我有神神的陪伴 我整天在心中動工 今天又有奇妙的事發生了 阿里路人 你能不能够每天起床都是這樣 其實不是很難的 因為神是這麼好的 你每天都見到這麼好的東西 所以你一起床都是這樣 整天都是這樣 你這個人就會很開心 很健康 即是當你用這個角度 用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智慧 去看神的恩典 是否你講的說話 人家會更加喜歡神 就算你和人一起走 你看到那些花草樹毛 你看看多漂亮 真是很特別很特別的 好了 這個也是我們上一次講過的 你既如溫水也不難也不熱 所以我必從口中把你套出去 好了 這個經文 有些什麼講到神的 這個是明顯是一個律法經文 但律法經文是會有隱藏神的恩典 那你怎樣去找呢 很簡單的 有時候有個反面的方面 你找到正面 正面 在這裡其實有講到 有正面和反面 正面是什麼 熱 反面是什麼 冷 那神 火燃 神是火熱的 所以在這方面可以發展 神是火熱的 神救我們是不是奶奶行的 不是的 神是很火熱去救我們 神興起我們是不是奶奶行的 不是的 會不會有一次你祈禱神就奶奶行 神睡了 這次祈禱神不來幫你 會不會這樣 不會的 你每一次你懂得祈禱用的心靈祈禱 他每一次都會來幫你 甚至有些人未懂得用心靈祈禱 已經有奇妙的作為 其實有一次有一個人跟我分享 他說很多年後 我經歷聖禮才分享給我 他說 牧師 之前你跟我施洗 那時候未曾講到 經歷聖禮的作用 你跟我施洗的時候 忽然間有能力 從頭到腳流過 在後來才告訴我 這個經歷 這個都是聖禮的經歷 另一個人跟我說 他說 我曾經去餵一個癌症的病人 那個癌症 醫生已經說他是不行的 但是在祈禱的時候 那個癌症腫瘤縮了一點 醫生說他不行 結果他是活多了三個月 後來我才 經歷聖禮 他才告訴我 他說以前你未經歷聖禮 充滿了一個神跡 就是說 神其實是很想行神跡 他火熱去醫治我們 這就是他火熱的一面 好了 那神是火熱 但是人是怎樣 你信住之後 是不是立刻好火熱 哎呀 感謝神 哈利路亞 有耶穌有天堂 真的好 是不是這樣 我自己真是這樣的 神給我這個性格 我有幾年 我一起來 說感謝耶穌 真的有神 哈利路亞 還有我經歷聖禮之後 說感謝耶穌 可以經歷聖禮 就是我 一起來 我就會立刻這樣 我現在起身 我都會一起來 多謝耶穌 哈利路亞 我立刻起身 就是這樣的心態 我經常都覺得神是很好的 但是大部分的人 是不是這樣 其實我自己都會承認 我也有很多冷淡的時刻 我也曾經有很多冷淡的時刻 神給我這個火熱 是神賜給我的 神是火熱的 神幫我們 每一個人都是火熱的 神是改變我們 好了 火熱是益神 還是益我們呢 是益我們的 你越火熱就越喜樂 越平安 越有能力 越幫得多人 人生越有意義 是不是 你看我的人生有沒有意義 很有意義 很有意義 很開心 經常都見到我很開心 你跟我聊天 會見我 唉呀 很慘啊 唉呀 不行了 唉呀 怎麼辦啊 你有沒有聽到我這麼說話 沒有啊 那些人說給我聽到有什麼困難 我都全部正面回應 是不是 你看到呢 神在我們生命中 越聽神的話 那些恩典越大 好了 神是很想我們都火熱 但是呢 人總是不太願意 那時候呢 有一個界明 界明是什麼呢 在這個經文來說 神的界明是什麼呢 就是神的界明 要我們火熱 為祂熱節 因為耶穌說 要有人跟從我 就當 寫幾天天背在十字架內 跟從我 但是人不是那麼火熱 神是不是不要他了 立即扔掉他下海了 其實不是 神多次感動人 有很多人都是說 他們軟弱 但是神一直感動 一直感動 當然到最後 他們始終都沒有跟從神的時候 他可以失去神的救恩 但是神是 真是 如果用人的比喻 另一個比喻 忽然間我腦中閃過一個比喻 譬如假設有兩個人 戀愛或者結婚 或者什麼原因 有一個很大問題發生 其中一個呢 生了癌症 有些很大的事發生 另一個會不會繼續去愛他呢 有時候都聽過這故事 不過 亦都有很多 當他有癌症的時候 他會怎樣 他就放棄了 他就不要他了 的確現實生活上是有這個情況的 神可以見到那些人冷淡 他絕對有原因 就算是審判的仇 他冷淡才說 我就不要他了 是不是神可以這樣做 神可以的 但是神是否立即這樣做 神不是這樣 神是一路吸引他們 所以我想問問你 你改變一些罪 你的生命改變 神用了多少次和你說話 很多次 很多次 我也是說很多次 就是很冷淡的時候 神一直吸引你 一路用各樣方法提醒你 警戒你 用不同的例子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很久才聽話 是不是神真的用盡一切方法 但是始終有個警告 就是當人一路一路冷淡的時候 他可以失去神的恩怨 神會將他從他的口中套出來 因為其實這個經文下面 就說到 因為有些人說 哇 溫水 那些都是 中等的基督徒 其實下面那裡不是這樣的 下面的經文是說到 你以為你是 是負足的 但是其實你是貧窮 又核眼 是完全在困難的狀況 是完全不行的 所以這裡說到 余溫水 就不是說你是那些中等基督徒 是直接是 就是說冷水是什麼 冷的那些是不得救的那些 就是沒有聽過耶穌 沒有信耶穌 拒絕耶穌的 但是溫水那些 是指到那個人 好像是信耶穌 但是其實他沒有生命 因為他後面那裡說到 眼瞎 眼瞎的 是看不到的 所以 這個經文是說到 這個溫水 就不是說那些 就是神不是這樣的意思 那些有祈禱 又回到教會 又會聽神話 不過不存福音 這些溫水 我套你出去 溫水不是這樣的意思 不是說那些 都信耶穌 是跟從耶穌 不過跟從得不夠 那些人就套你出去 其實神的意思不是這樣的 而是說到那些人 他的生命很有問題 那當然 那些 這些中等基督徒 神都想你提升 因為你裡面 神可以給你很多的恩典 好 我們看看這個經文 那這個經文 可以怎麼鼓勵人呢 鼓勵人就是說 在 是的 神那種火熱的美好 如果神是一個 我們在門徒中 誰是比較火熱的 就是表現出 他的表達 他的生命 是火熱的 誰看得到 美數 哈哈 美數 在門徒 不是我們的門徒 神面門徒 彼得 彼得很有反應 是啊 你也是很有反應 非常好的 門徒 非常好的 好了 我想問大家 彼得 有反應 是不是 如果你有這樣的學生 你會不會很喜歡 很喜歡 很有反應 是不是 很有反應 我想問你 神是不是很有反應 神的反應 比彼得更加強 因為你每一次祈禱的時候 譬如去到赫西馬利園 給三個祈禱 其中一個 他都什麼 他都黑眼睡 但耶穌會不會黑眼睡 耶穌不會 耶穌永遠 是 其實他是主人 但他永遠好像一個僕人 來事後我們 他在我們前後環境 所以是非常好的 如果你有一個冷淡 有沒有請過 有沒有請過飛鴻 這兩個人有飛鴻 有沒有請過冷淡飛鴻 不要動的飛鴻 是不是都幾慘 但是如果你有一個 很熱心的飛鴻 他有什麼關心 比你更緊張 他不是令到你很壓力 那種緊張 總之他會很記得一些東西 很關心你的東西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飛鴻很好 非常好的 我們的神 就是他會關心你的東西 遠超過你所關心的程度 所以你有時做錯什麼 或者什麼發生不好的效果 你不用擔心 神一定知道 他一定會幫助你 他一定跟你背鴻 這句話非常重要 神會很熱心跟你背鴻 這句話真的很有幫助 我自己試過 我試過什麼情況 我用一個例子 我試過 那時候 有牧師借的車 我用一段時間 因為當時我沒有車 而真的需要開車 但他那個美國車 踩那個clutch下去 是很硬的 我踩一踩一踩 腳痛了 不是抽筋 不是抽筋 是骨頭痛 後來我到我自己買車 買車那裡 他就告訴我 stick shift 即那些棍波 就會便宜一段 而我試一下 就是corolla 日本車那些 真的很鬆 跟美國車完全不同 是很鬆的 如果我開頭用屋 就不會有事 那我就說 踩下去又不是很痛 都可以買了 結果買了一個stick shift 即是棍波 因為棍波就是要左腳踩 我就是左腳踩得痛了 我就結果買了一個車 那我就說 因為他不是那麼痛 總之很鬆 我覺得不會痛 怎知道 當我開始開的時候 因為你知道 其實呢 踩棍波 是你要踩左腳踩很多次數的 我就開始發覺痛 我就說 唉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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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已經 腳痛了 還要買了這個棍波 買了之後 那現在怎麽算呢 那我就 我就想到神 神啊 你和我背鑊 但怎麽背鑊 我不知道 怎麽背鑊 神就給我聰明智慧 為什麽聰明智慧呢 我就 真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麽 我就在說 當時來講 用和氣分類 我就找鞋 就是我想到 找鞋 那呢 就看到一個地方 他就寫什麽呢 他說 你穿過這雙鞋呢 就是德國的 Burkenstock鞋 這雙不是 我平時都是穿 Burkenstock的鞋 他說 你穿過這雙鞋 你不會穿別的鞋 因為它有一個arch support 即是支持腳 腳 背 腳功 那我就買了那雙鞋 跟著腳一路好 結果呢 我可以踩回 即是用那個車是沒有痛的 我就說 神啊 你真是好 我明明做錯事 但你依然為我背鑊 我想說 神大發而心為我背鑊 做得是很好的 你有聽過牧者是不會幫人補鑊的 有 有 有人 有些 是的 有些補不到 有些人都覺得 我太多事情做 我沒有空幫你補 是吧 但我們的神 是很熱心為我們補鑊 是的 神對我們熱心的程度 你可以想像 有兩個人 一個呢 是 讓有條件好到不得了的 另一個條件 極之不好的 就是兩個男女朋友 一個是王子 一個是黑衣女 那這個王子 每天對黑衣女好到不得了 但這個黑衣女對王子 一點都不抽不彩 沒有興趣 沒有反應 不好 那你見到的時候 你會這樣說 你會怎樣說 有沒有搞錯啊 黑衣女 這個是王子 王子對你這麼好 你都這麼 你都這麼沒有反應 譬如當她 這個黑衣女都喜歡過王子 不過她整天都情緒化 整天都不開心 她有什麼情緒呢 她又不理那個王子 但她其實很喜歡的王子 很想她和我一起 不過她 總之她自己做不到 沒有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黑衣女 你說 我搞錯啊 很曬 我想說這個王子是誰 就是神 這個黑衣女是誰 就是我們 神對我們大快熱心 不斷幫我們 但我們對神是怎樣 沒有什麼反應 很冷淡 是否覺得很不合比例 神對我們這麼有熱心 我們可不可以對神有更多熱心 讓我們能夠更加匹配 即是相配 與蒙照一相情 這樣的時候呢 你就得到更多的恩典 這個經文 就是我所說的 就是用到火熱 是否更加看得到 神的美好 當人這樣講到的時候 好過只是說 你們有沒有不冷不熱 你不冷不熱 神就要套你出來 你要快點悔改 你悔改要聽神話 你從此以後 你要怎樣做怎樣做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你只是用律法推動人 但我們只是用恩典推動 是不是很不同 所以希望大家經常都想到 我們的神經常對我大發熱心的 阿里雷 即是你想像 你就是有一個 即是我們不配的一個配偶 但他經常都對我們這麼好 即是你想像 這個黑耳女和這個王子結婚之後 這個王子每天都服侍他 每天都照顧他 幫助他一切 這個黑耳女又不懂得照顧王子 但那個王子經常都會照顧他 當人知道 王上知道為何王子 娶了這個黑耳女 即是我主要說黑耳女 即是一個比喻 即是他不會叫她做黑耳女 不過他走過路邊 看到黑耳女 接著娶了她 但這個王子對她這麼好 但這個黑耳女對她這麼不好的時候 我們心裡會覺得 真是好 為何會這樣 因為她這麼沒有反應 為何沒有感動 為何不會覺得這個王子這麼好 是否我們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這個就是挑戰 挑戰我們 可不可以不像這個黑耳女 這麼大的恩典 我們應該數算神的恩典 是否 下來了 我有空就會想些事情 其實這才是神給我想的 忽然間閃火 神就給我這個意念 這個黑耳女和王子的故事 好了 我們一起讀下面的字 神為我們的事 尚是熱心的 這個聖情 神有能力叫人火熱 祂能夠令到你火熱 神的同在又會變得火熱 神的同在將你改變為火熱 神的同在將你改變為火熱 神接立和感動軟弱的人悔改 即是那些人軟弱 但他會先接立他 接受他 然後感動他改變 神能夠改變軟弱的人 即是幾軟弱都好 祂可以將你整個人改變 很多軟弱的人 都是被神改變為熱心 例如Teddy哥 大家聽過 他是犯法的 是國際的黑社會 但他居然成為一個 承受傳呼音的人 就是被神改變為熱心 還有 照著神的公義 祂想管教或者懲罰 這個是戒命 神是想管教或者懲罰 但是神依然是愛我們 祂依然有這個戒命 提醒我們 下面就是人的反面例子 不難不熱 令到自己受苦和人生 沒有永恆的意義 就是說不難不熱 其實是自己受苦的 大家能否拿到一些 這些 這個 我們改名叫 發揚神屬性 因為屬性包括祂的智慧 因為智慧不屬於聖情 神的智慧 祂的策略 各方面的質素 包括在內 發揚神屬性的 廣道法和殘經法 每一次你看聖經 你都會看下那些恩典 每一次看聖經的時候 你都會看下那些神 就是神在裡面顯示出祂的聖情 好了 這個經文就是現在 你們就馬上去看 照上一次的三個人討論 我們一起讀 科林則前書二章九節 如經上所記 神惟愛他的人所預備的 是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其實這個經文真的很漂亮 是未曾人眼睛未曾體見的 他說你預備的是人眼睛未曾體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到的 在這個時候 大家就會分開小組去思想這個經文 然後就放膽出來分享 阿里雷亞 放膽大發熱心 講出神的美善和恩典 感謝主耶穌 祂幫助我們 時時發揚神聖情 發揚神屬性的查經法和講道法 不只是要來侍奉的 是你整個生命 天天走路的時候 都想著神在愛我 你有沒有這樣想 我經常都是這樣想 神在愛我 神在祝福我 神在感動我 神又將現房在我心中 阿里雷亞 時時都會這樣想神 你的心就會很有靈魂 日後 點回來 太見了 永遠